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剩下二王子维赛里斯和小公主丹尼丽丝 兄妹二人被送往海峡对岸的潘托斯城 长期的流亡生活并没有磨灭二人的意志 维赛里斯王子复国的愿望与日俱增 可是作为王国的储君 又有谁会给他好脸色呢 幸亏潘托斯的总督伊利利奥是个很有想法的政治家 他很想帮助龙家重新复国 如果真的达成此愿的话 他的地位将大幅提升 可如今龙家唯一拥有的只是当年强大的声望 和代表着坦格利安家族的纯正血统 若想复国则毫无可能 于是总督向维赛里斯王子建议 如果将妹妹丹尼丽丝送给多斯拉克的卓格卡奥威契 那么一定会获得多斯拉克民族的支持 坦格利安龙族向来有兄妹通婚的传统 看着妹妹那动人的面容 闻着他身体发出的忧香 衣服下那双高高隆起的山丘早已显示出 丹尼丽丝已不再是小女孩 这让维赛里斯很难割舍 可是夺回铁王座的一员 最终让他下了决定 只要卓格卡奥可以借他一万骑兵 那么就让自己未来的妻子好好侍候他吧 要知道 多斯拉克勇是名贯天下 如果在旷野作战 绝对称得上天下无敌 只要自己可以带兵渡过海岸 那么放眼维斯特洛大陆 没有任何一支军队 可以对抗多斯拉克的骑兵团 丹尼丽丝高贵的气质 赢得了卓格卡奥的欣赏 很快在潘托斯举办了婚礼 多斯拉克人的婚礼 让维赛里斯大开眼界 勇士们再歌再舞 时而挥刀洞见相互搏动 死掉的勇士立刻被抬了下去 卓格卡奥双目如鹰 很是兴奋 大有下场鄙视的意愿 总督伊利利奥对王子解释道 在多斯拉克的婚礼上 如果不死伤三个人 就不能算成功 我想今天最少要有几十位勇士 为此丧命 他话音未落 就见一名高大的勇士 双手捧着一摞书籍 走了上来 恭敬地说道 在下乔拉穆尔蒙 曾经的雄岛之主 这些书里写的是 维斯特洛七国的山川地貌 和民俗风情 我将它送给尊敬的卡利西 这个礼物 内涵夺回维斯特洛大陆之意 丹尼利斯微笑着收下 注意 这个乔拉穆尔蒙爵士 话重点 这人日后将成为丹尼利斯的死粉 并且从第一季到最后一季 贯穿史中 非常重要 有关他家族历史和个人经历 我们将在以后的剧情里 慢慢介绍 随后 伊利利欧总督也献上了大礼 箱子打开 里面赫然放着三枚龙蛋 血龙狂舞的年代已经过去了几百年 似乎龙早已成为了一个传说 正因为坦格利安家族没有了龙 这才逐渐失去了威信 最终丢掉了铁王座 丹尼利斯轻抚着龙蛋 仿若慈祥的母亲在凝视自己的孩子一般 云影间竟有一种血脉相连的感觉 回宴结束后 诸葛卡奥将丹尼利斯抱上了白马 二人呼啸着向远方持续 日落之后 已经来到了海边 卡奥三两下除去了丹尼的衣服 一把将他按了下去 这已经是马王最温柔的动作了 波涛汹涌的海浪 啪啪地击打着岸边的礁石 与卡奥有节奏的冲撞 形成了某种呼应 丹尼利斯痛苦地承受着这一切 从这一刻开始 他已经成为了女人 成为了万人瞩目的卡丽西 他将和身后那个巨人共度一生 丹尼的眼泪流了出来 一只大手在他脸蛋上轻抚了一下 丹尼回过头来 卡奥依旧面无表情 可丹尼感受得到这种爱护 从出声开始 就刀头舔血的民族 很难对他人显露出真情 可卓格卡奥 似乎对这位具有高贵血统的白发美女 产生了爱意 多斯拉克人 从不会在一个地方过多停留 因为他们为了生存 就需要不断地迁徙 不断地抢劫 他们是生活在马背上的民族 自身不懂生产 若想繁衍 只能如此 总督将维塞里斯王子拉到一旁岛 他们这次迁徙 将环绕大半个东部 条件恶劣 我想王子就不必同行了 可维塞里斯却倔强地说道 他已经娶了我妹妹 可许诺给我的一万骑兵还没兑现 就算走到天边 我也要跟随 我必须躲回我们坦格利安失去的一切 队伍开拔 转而向东部内陆行去 时间一晃已经越鱼 在此期间 丹尼利斯每晚都要和卓格卡奥 深入接触几次 然而他却发现一个问题 二人之间只有一个动作 好像最原始的野兽交配一样 而卡奥对他的态度始终如一 并没有加深爱意 丹尼并不晓得房中之数 一次 在与侍女的交流中得知 这个女孩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纪念 当下向他询问男女之事 女孩娇柔的一笑道 真正的女人 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武器 只要用眼睛盯着对方 就会让他融化 他的眼正看着丹尼 有些柔媚 又带着些许真诚 既让人痛 又让人怜 丹尼利斯心下一动 只此一眼 竟让他有了感觉 原来房中之数竟如此神奇 他不禁问道 我要多久能学会 三年可以吗 侍女轻声道 不用的 只要三日 你就会踏入此门 他的身体 如蛇一般扭动起来 起到了丹尼利斯的身上道 这是第一事 注意 一定要让他看着你的眼睛 这样 他才会记住你 从第一事上开始 你就要掌握主动权 在陆地上 他是号令天下的卡奥 在床上 你才是当之无愧的君王 丹尼认真地学习着 只用了一页 已将七十二路房中秘书尽数掌握 由此可见丹尼利斯的惊人天赋 第二个夜晚 丹尼终于异常所愿 卓格卡奥彻底被他征服 二人的感情在快速增长 在卡奥的心中 他已不再是卡利西那个代号 丹尼利斯是他无法分割的另一半 他从来没有爱一个人 爱得这样深沉 维斯特洛大陆的临东城 却是一片灰色 布兰从城楼上摔下 一直昏迷不醒 生死不知 狼家陷入沉痛之中 琼恩雪诺 在院中一下又一下 砍着木人 练习剑术 是他唯一一种 发泄情绪的通道 作为私生子 他感觉低人一等 尽管父亲 奈德史塔克和兄弟姐妹们 对自己都很好 但琼恩却深感自卑 特别是母亲凯瑟林 明显对他充满了敌意 这让他有一种 寄人篱下之感 正恋之间 就听有人说道 好勤奋的私生子 可你再勤奋 也改变不了私生子的地位 琼恩回头一望 却没见到人 低下头来 方才看到 一个身高不足一米的诸如 正严肃地盯着他 那人眉宇间充满了自信 话语坚定的 在下提了兰妮斯特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 你就是琼恩雪诺吧 在北方 所有的私生子 只能信雪诺 这也是琼恩的痛 他无法跟随父亲 姓史塔克 从出生的那一刻 注定要被人看不起 提了仿佛看清了 他的心思一般道 在这个世界上 你不是唯一不幸的人 每一个诸如 都被自己的父亲 看作私生子 让我给你点建议 永远不要忘记 自己是私生子 因为这个世界 不会忘记 时刻用他来武装自己 那么就不会有人用此伤害你了 这就是来自提利昂 兰妮斯特给雪诺上的第一课 让他终生授意匪浅 随后 赖德史塔克的弟弟班杨 从北方返回 班杨做黑衣守夜人 在长城守卫已经多年 如今他奉命返回 当然要帮助哥哥应付今晚的盛宴 看到了琼恩 班杨一把将他搂在怀中道 怎么不进去啊 雪诺低落地说道 母亲那人认为 私生子参加国王盛宴 是对王室的不敬 班杨当然懂得琼恩的感受 于是轻抚着侄儿的头发道 长城倒是欢迎私生子 只是雪诺突然接口道 我愿意做一名守夜人 我已经做好了守护北京的准备 叔叔 返回的时候带我一起走吧 只要你跟父亲说 他会答应的 班杨点了点头 走入厅中 三日后 戴德史塔克即将随同劳勃 国王的队伍同回军林 与他同行的有两个女儿 这种安排是经过考虑的 因为大女儿珊莎 会和乔弗里王子订婚 当然 要让他们多多接触 彼此熟识一下 小女儿埃利亚陪同姐姐 一来让他长长见识 二来姐妹二人相互照应 不会过度寂寞 奈德并不知道 军林就好像一直张开了 血盆大口的湿嘴 正等着他 一步步踏入深渊 与之奈德此行 会发生什么惨剧呢 请问雪诺 会跟随叔叔 加入黑衣人阵营吗 小布兰的伤势 会好转吗 詹姆和姐姐乱伦 并将布兰推下去的行为 会露信吗 获得卡奥宠爱的丹尼利斯 又将如何呢 请看下集 狼家化别临东城 山沙痛心失灵宠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吧 我是喜欢受电影的宣将 请关注我家新浪微博 与微信公众号 会有本期文案 喜欢看文字小伙伴 请扫码加入 将会带给你 不一样的心得体验 和人生感悟